翅膀往前长 闭上眼睛想一想 这不科学啊 不过还真有这样的飞机 它就是1980年代由NASA和美国空军联合开发的X-29了 尽管只造出了两架 这个长相奇特的飞机 像不像是某个人看错了说明书 然后把机器给装错了方向呢 还真像啊 因为我们所有见过的飞机 翅膀不都是往后长的吗 即使是远一点 二战中那些著名的王牌飞机 BF-109 喷火式 P-51 野马 他们的翅膀顶多也就是直着长的吗 为什么X-29非要特立独行长出一个前掠翼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说一说 先回到喷气式发动机发明之前 那个时候的飞机机翼与机身的关系 几乎都一模一样 那就是90度长在机身两旁 这对于任何飞行速度 低于740公里每小时的飞机来说都足够有效了 但是一旦当你的速度再往上飙一些呢 就会遇到麻烦了 因为你已经让流过你机翼上表面的空气速度超过了音速 从而打破了音障产生出冲击波 不对啊 即使是超过740公里的时速 也并没有比音速更快 怎么就打破音障了呢 这个其实是飞机产生生生力的一个副作用 因为飞机之所以能够飞起来 是因为机翼下表面所受到的空气压力要大于上表面 这样它就能被下表面的空气给抬起来了 于是根据伯努力效应 机翼上表面空气的流速就必须要比下表面更大 很自然这个速度肯定也大过了飞机自身的速度嘛 结果就是明明飞机没有飞太快 但却也让机翼前缘的相对速度超过了音速 由此造出的冲击波将后方的空气扰乱 在减少了主意能够产生的生力的同时 却增加了尾翼的生力 于是机头下压 失去高度 从而获得了额外的速度 从而使这个问题进一步的加重 发生这种情况时 即便是经验最丰富的飞行员也无能为力 比如这样的情况就在P38闪电身上发生过 当时它是世界上飞得最快的飞机之一 但就是因为上述的原因 导致了在一次测试中坠毁 以至于工程师后来不得不专门在它的机翼下方 装上了一个附加的静翼 以便解决这个麻烦 但随着飞机越飞越快 这样的临时措施显然是不够的 事实后为更快的飞机 引入全新的机翼造型了 后掠翼 为什么后掠翼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为当它在前进时 会让流金碳的空气 产生一个沿着机翼纵向流动的气流 叫做展向气流 相对的 垂直于机翼前缘流动的空气 叫做弦向气流 你看由于后掠的机翼将与飞机迎面而过的空气 分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 所以就让不论是哪个方向上面的空气速度 都没有原本平行于飞机飞行方向的空气速度更快 从而大大延缓了音爆产生的时间 让普通科技也能够在接近音速的速度上 安全的飞行而战斗机 当然就可以更加的极端了 比如加上角度很大的三角翼 甚至是可变后掠翼 来最大程度的享受这样的福利 真是不亦乐乎 那么后掠翼就真的一点毛病没有吗 当然有 否则NASA为什么飞那个镜 非要研发前掠翼呢 后掠翼对于提高飞行速度来说没毛病 但是随着后掠角度增加 因为人们总是希望更快的速度 刚才我们说的 由于分出来的展向气流占比也就越大 这就让大量的空气 其失是从机翼的根部流向了机翼的尖端 从而使一旦失速发生时 翼间成了首当其冲的地方 然后再逐渐蔓延到翼根 这个问题吗 大问题 在飞机全面失速前 飞行员肯定希望及时的调整 然后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但是别忘了 复翼和机翼的控制面都靠近机翼尖端 既然这里已经先失速了 等于就是放弃了飞机的控制权 这样飞行员变得很难将飞机再度摆回正轨 但是相反而 前掠的机翼就可以让展向气流流向机身 失速于是从靠近机身的地方 首先开始并向外展开 结果就是空气仍然可以有效地流过 机翼上的控制面 让飞行员及时地采取行动 争取到足够的时间消除危险 听起来不错 我们终于为看错了说明书的工程师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 但为什么X29就只生产了两价呢 难道是因为太丑了吗 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 当引入前掠意识 我们希望解决问题 但事后才发现它制造的问题反而还更多 比方说它那怪异的空气动力学特性 使它在空中飞行师需要经受不断的扭曲运动 这不仅要求它必须要用上最为先进的特殊材料 还需要为它装上最为复杂和昂贵的飞行电脑 而且一装就是三台 要使X29的飞行成为可能光靠飞行员的操作远远不够 飞机上的三台电脑必须每秒钟对机翼上的空中面 做出多达40次的调整才行 显然这也使它成为最不可靠的飞机之一了 最终在完成了242次飞行和积累了179小时的飞行时间之后 X29在1988年12月8日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次飞行 尽管空中再见不到它的身影了 但是这架奇葩的飞机却也为航空工业 留下了宝贵的科学数据与设计经验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